天苍苍 地苍苍 乌龟在何方 太空压来乌方鬼 压来乌方圣才鬼 拜卿乌方圣才鬼 主人 这乌龟院才乃是邪术 您就不怕阴火烧身吗 嘘 你闭嘴 李先生法力勾起来 他在 害怕猜不来 秦如律令 等位 等位 这在什么时辰呢 就看不着人影了 是靠不住 二舅 在哪 在哪 瞧瞧你的慌慌张张的样子 二舅 这不是给您点香炉去了吗 然后按照您的吩咐 我看账本呢 没磨了 没磨了 二舅 这不还有点吗 我自己磨呢 二舅 好 看你账本上去吧 去去去去 早点休息啊 早点休息啊 早点休息 那没用的东西 拜请东方生才贵 拜请西方生才贵 拜请南方生才贵 拜请北方生才贵 拜请中方生才贵 鬼是鬼 神通大无比 威灵险五方 转观人间云才是 运来东西南北中方才 日日才月月才年年才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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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真是想谋杀我家主人呐 幸亏我主人福大命大 否则就让树枝砸死了 得鬼住口 不得对大师无礼 那棵树挡了你家的财运 现在树枝掉了 财源广金 看 这财运已经来了 这是贾仲元的贴身钱袋 无鬼搬运而来 随身佩戴贾家家的财运 就归你朱家了 您这是高人呐 这是我们朱家的贵人呐 大师 您累坏了吧 快快 到厢房歇歇 对 请 快 来人呐 给大师准备韭菜 主人 请 这无鬼运财他算是偷吧 你吩咐下去 此事严谨往外出 否则我要你们的靠命是 主人 他怎么说呀 我说的不上的 她怎么说的我 他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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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家导通小财多年 果然家大业大呀 这开门见水 生财有道啊 别追了那些外面邪道 我们是来查案的 好 你颤单 我看我的风水 老大 老大 我打听清楚了 最先赶到现场的有五个人 其中之一是死者的外甥 其余的都是仆人 参见李绍青 你是死者什么人 我是贾老爷的外甥 我叫邓伟 你能给我重复一下 当时你见到的什么情况吗 二舅出事前曾经叫过我 结果我去了以后呢 他又把我打发走了 那后来去哪了 后来我就回到房里看账本了 刚回到屋里我就听到二舅喊 有鬼有鬼 出来一看 有五个人为着二舅纠缠私打 我赶紧回去叫人 等我带人赶回来的时候 那五个人已经没影了 而就倒在地上 已经没气了 奇怪啊 这个人居然死于天花 天花 长安怎么可能有天花 我也很纳闷 天花是传染病 一旦发作会迅速流传开 身边的人都会病倒 可贾府上下只有他一个人多了 而且病情蔓延得很慢 脏器没有衰竭之前 已经出现了呼吸道筋卵的症状 难道是变种天花 这可是大事 我们要不要向上面汇报疫情啊 双燕 你认为呢 再观察一阵看看吧 贾府上下都没有染病 如果出现新的病症再上报 另外 这具尸体必须尽快焚化处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好 让民众做好防疫措施 引起恐慌 总比死了人再通知强望 去吧 那既然他是病死的 这个案子就应该结了吧 萨莫听到些传言 人为案子还有些疑点 看看此数 大师啊 您可真是太厉害了 自他那晚以后 这贾家的生意是一落千丈啊 不必客气 我也只是拿钱办事而已 能遇见大师这样的高人 真是我朱家人的福分哪 不必叫我大师 叫我丽先生吧 好 丽先生 现在我们朱家的生意 已经比之前有起色多了 可是要想在长安城独霸一方 还是得仰仗丽先生鼎力相助啊 不妥 贪心可是生财的大忌 这 这一次施法弄出人命 其实已经种下了恶果 他 他不是得天花死的吗 你可知道 这五鬼蕴才树 请的是哪五鬼啊 小人不知 还请丽先生指教 天上为五鬼 在地为五温 这五温呢 指的是五位温神 分别为总管中温史文叶 春温张元博 夏温刘元达 秋温赵公明 冬温中世贵 所以他这天花是 是这五鬼 不不不 是这五位温神带给他的 原本这五鬼只夺财不害命 这五鬼运财术呢 也只是运输财物而已 可这个贾仲元造孽太身 这五人与鬼争利 鬼见其为人贪婪下作 就让他染上了瘟疫 才突发天花而亡 那 那这 这会不会影响 五鬼蕴才树的效果呀 我给你那个钱袋还戴着吗 在 这钱袋我可是一直戴在身上 连沐浴都不曾拿开呀 要多行善事 至于能发多大财 就看你的造化 李先生 李先生 那给老贾送礼金算行善吗 我们家仲元 他 他 他连个全尸都没留 舅母今日伤心过度 还请几位官人见谅 贾夫人 您节爱顺便 我们这次来 是觉得贾仲元的死 有很多疑点 我们想知道 他生前有过什么疾病吗 贾朗 贾朗身体一向很好 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大病 那他接触过什么天花病人吗 而舅 平时很少接触其他人 更别说天花病人 他这么一走 可让我们都怎么办呢 舅母 这贾家这么大的摊子 可怎么经营下去啊 贾家生意 要挂了 舅母 舅母 现在您就别操心这些了 身体要紧 有劳你们几位了 先扶夫人回去休息 这贾宫 生前好友不少啊 我看这吊宴礼金都白满了 这 这都是朱广财送来的 在长安这几大商行中 贾家制药 朱家贩米 两家为了抢破面结过梁子 二舅一死 朱家终于 找到机会翻盘了 不是这样 我们走吧 官人慢走 生意上的竞争对手 在对手死后送那么多礼金 实在让人费解 说明他心里有鬼呗 这个贾仲元 那么有钱 我觉得应该是财杀 财杀 不可能 他死后谁获利最大 是那个朱广财 就是他 我告诉你要这种猫哭号的假慈悲的人 最不是东西 走 我们去会会他 有钱人 官人 想不到周府和贾府格局不同 但是也蛮气派的啊 要说这长安城里除了贾家 那儿就数朱家的商铺最多了 你认为是朱广财做的 问一问不就知道了 两位官人来访有失远迎了 我们是来调查贾仲元的案子的 甲兄突然离世 老夫也是深感遗憾哪 商行里少了他这位同仁 真是让人感到痛心哪 您这个钱袋还挺漂亮的嘛 就我看看 手又痒了 朱先生 请尽量 没事 没关系 您腰上怎么别两个钱袋啊 可否借来一关呢 私人之物不便外人过目 大理寺查案 哪那么多废话 李少卿 我真是 嗯 那个钱袋 那不就是因为那个钱袋不是你的吗 是真能说笑啊 那个在我身上不是我的 难道是你的呀 我刚看见 那个钱袋上绣着贾家的足灰呢 这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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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们说实话吧 这个确实是贾仲元的钱袋 但是可可可可不是我偷的 那个是一位大师做法得来给我的 什么大师 他叫厉淑云 是个出家人 法术高强 能通神哪 看这仪鬼 应该是无鬼运财之术啊 什么是无鬼运财啊 西晋时的法术 是以此法能请来五位温神搬运钱财 我曾在书中读到过 不过我也只是略知一二 温神 这么说贾仲元 温义 是 是温神给带来的 至少此事 与这厉淑云脱不了干系 他要真那么厉害 不早就发大财了 说白了无非是障眼法案 你们看 他多了个钱那儿 玩得还挺花生 书上记载无鬼运财术 能凭空取人的钱财 取来后贴身保管好 财运就远远不断 这种江湖鬼话还真有人信哪 难怪那日 你非要看朱广财的钱财 你真以为我对他的钱财感兴趣啊 难道不是吗 我初次来他家的时候 就发现大富之家居然茅草盖顶 意图转运 这就说明他院子里的风水 被人改动过 你们看 那棵树在西北角会挡财 应该也是惊人指点才砍掉的 没想到你对风水还挺精通的 月之一二 如果风水真有用的话 那我还至于那么穷吗 老大 那家伙做完法了 拿下 我在师父那里学了无鬼运财术 偶尔借此给人做法 助人发财 我本无异害人 可那无鬼就是五位温神 他们运财时你若放了手 那自然就不会有事 可那贾仲元家财万贯 却还贪念小财 与无鬼争利 才会引命上身暴毙而亡啊 无稽之谈 此乃鬼神之道 以唐律书役 责任也算不到我头上吧 若说我用其他方法害人致死 还请拿出证据来 这是长安商户成交额榜单啊 这商行里头 一代亲人换旧人 这朱家的生意还真是节节高升啊 莫非真是这无鬼运财术 你不是向来都不信这些东西吗 可是有时候也得信 举头三尺有神明吧 我看你是被那个丽书云 给气坏脑袋了吧 你关这些 这回你去了 还得好 还得没事吧 来 看这个 再看看 这不是贾家的那个公子吗 拜见二位官人 这贾家的生意 看起来不太好 是啊 自从二舅死后 贾家的生意一落千丈 反而这朱家的生意 却是风声水起 那贾家就没有人做主了吗 二舅没有直系自私 况且也没有人能接受生意 你不是可以吗 我们虽然有些血缘关系 可我之前没经抹伤 家业太大 交给我我也管不了 再说我是外姓 按家规 外姓人不能接受贾家的生意 那你这是 我只是有些不甘心 毕竟这是贾家几代人的心血 我真是不忍心看着他 看着他败落 我这次来 就是想看看 能不能从别的商行 挖到管事的 帮忙搭理生意 好 二位官人 那我先进去了 请命 这生意场上的事 真是风云莫测 这生意场上哪有人心难测呀 对了 你打算怎么处置那个假道士 还没想到什么办法 毕竟没有证据证明他就是凶手 他不是已经承认是自己施法了吗 这些没法承上公堂 大唐律法也没提过 施法害人致死 该如何处置 如何给贾家一个交代 也是个问题 既然凶手已经认罪了 那为什么还不解案 贾夫人 那个 这件事情吧 我们还不能下结论 因为贾公究竟是 怎么染上天花的 我们也还不清楚 还要怎么清楚啊 那朱广财自己都承认了 是他买凶做法 害得我家众援 贾夫人您息怒啊 朱广财是承认了 但是贾公的死因 却未必跟他有关系 你们官府 是不是受了他朱家的钱财 这样替他们掩护 舅母 你不要太激动 先去休息吧 这里我来应对 二位莫怪 我舅母啊 伤心过度 有点失态了 没事没事 理解 真是怪了 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 贾重园是如何染上天花的 我们把贾府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半点蛛丝马迹 这位是 这位是大理司舞座 谭双叶 没想到 这么年轻就如此有座位 过奖了 过奖 我这也是学艺不精 不然不会没有一点头绪 好 这也不能怪双叶姑娘 我儿旧平时身体一直不太好 这身体刚有些好转 没想到 怎么会染上天花呢 这天花可是一杆之症 你们府上的人 得多加小心啊 我已经安排了下面的人 预备了流金散 让姑娘费心了 公子也懂医术 略懂一二 平时呢 我喜欢看一些医书 然后闲暇的时间 给家里人看个小病 那以后我们一块儿 签送医术 如何 好 好啊 这个 邓某真是倍感荣幸 小心啊 双叶姑娘 那道人会如何处置啊 我旧母最关心的 就是这个问题 不杀也不会放 先关那几个月再说 不知双叶姑娘 平时有何爱好 我的爱好是艳尸 双叶姑娘的爱好还真特别 你不要老是叫我 双叶姑娘双叶姑娘的 叫我双叶就好了 这是 啊 这是 男人 要不是 这有人 都已经在藝大平 竹青亭 走 双爷 好玩吗 我买给你 老板 多少钱 这个 十万 我钱带呢 没事 我来 要不 咱们走吧 好 听说双爷姑娘喜欢标本 之前给二舅熬补汤药 还剩下几只青娘子 下次拿来给你吧 那先谢谢了 不过 像熬制汤药这些琐碎的事情 应该是下人做的 怎么也是你来做呢 我在贾府之中 不过是个 挂着外甥偷闲的 帐房先生罢了 这研制什么星室武器呢 熏醋 心情不错嘛今天 找我什么事啊 萨摩从贾家挑出来的 查验一下 验什么呀 和天花有关的一切 听说 你昨天和贾府的人 出去逛街了 干嘛 还不能有点私生活了 你就不怀疑 那邓维是犯罪嫌疑人 贾老爷离世后 他也是受益人之医啊 放心 我不瞎 你知道吗 他精通医术 经常呢给邻居看病 还不收钱 有时候啊 还自己倒贴医药费 这年头 上哪儿找这么好的男人去啊 知人知面 可不知心呢 老大 你什么意思啊 见不得我过得好是吗 你知道他最大的理想是什么吗 开一个平价药房 让所有老百姓 都能看得上病 起初我还怀疑说 他只是在说漂亮话 可那天我俩逛街的时候 不停地有人上来跟他道谢 你知道 他给多少老百姓 免费地看过病吗 你知道他治好过多少 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吗 你知道他是一个 得了得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能找到幸福 我真心替你高兴 但是 谁想要害你 休怪我对他不客气 笑什么 好好好 还不客气 还不客气 你敢动他一下 你试试 老大 慢走 抵护 Hanım 绝在乱 呼 dur Men 政府 试试 蟲 他可能要被发辟充军了 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你知道吗 你开的药方啊 治好了我的失眠 我 你没事吧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没事 只是换机不服而已 对了 我特意回去查过天花瘟疫的记录 最近一次是在五六年前 在七百里以外的一个小镇子爆发过 这个我知道 当时死了好多人 我猜你就知道 这个是我以前翻阅医学住宿的时候 在里面看到过 好了 看你今天如此没有精神 那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找你 双眼姑娘实在是抱歉 这么晚让你跑一趟 我这个样子实在是太扫兴了 那就罚你下一次带我出去玩 我先走了 好 好 走了 慢走 慢走 你想放就放 反正人也不是我抓的 你给我解释清楚 无鬼运才是怎么回事 你之前都说了 那是障眼法 你看那边 贾府居然在这么短时间内重新崛起了 可观里边请 我们是来给你道贺的 恭喜贾家的生意终于又风生水起了 好 并不是 今日我被迫接受贾府的生意 借卖了几个旺铺 看着赚钱总账还是亏的 那 那 那 天花 什么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也会染上天花 是啊 刚刚发出来 一时还死不了 会不会又有人做法搞鬼 可明明那个利书云还关在大理寺 这就说明天花跟做法没有关系吧 走 我问你 你后来还有没有再试过无鬼运才术 我天天在这牢里 我还有什么机会试展法术啊 那为什么又有人染上天花 这我怎么会知道 你们不会想把所有的事情 都归在我头上吧 大理寺再大办案也得讲证据啊 奇怪 难道是有人 咬红贾家生意再度崛起 所以给邓维用无鬼运才 你说谁 我说贾家的外甥邓 他染上天花了 对啊 怎么 你也认识啊 不是 我天天在这牢里都已经快要疯了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该说得也说了 我该做得也做了 没有证据 关我到什么时候啊 你可以走了 不是 不是 这 你真 你真忘了走了 我还没学无鬼运才术呢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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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倒是说话呀 这贾家的生意怎么又上去了 之前你让我做的我都做到了 你们朱家的生意 不也在第一位了吗 你不是说 我只要把钱财带在身上 他们贾家的钱财就会 源源不断地留到我这里来吗 我可没保证今后怎么样啊 先生 先生 你别走啊 你不要再纠缠了 因为钱财之事 丢了性命 不知道 你也知道这天花是无药可救的瘟疫 有多少人因此丢了性命 你不会不知道吧 再敢纠缠 一切后果自负 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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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站哪儿 别过来 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你也会染上天花 可能这就是命吧 你瞎说什么呀 还不赶紧休息吃药 耽误病情会要了你的命的 放心 我有办法 你自己也是个大夫 你不能汇病技医啊 贾中原就是这么死的 你一定是被他传染了天花 走 跟我走 我 我想办法给你治病 双爷 你不要说了 你快走 快走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天花会传染 不行 你跟我走 你跟我走 你快走 邓伟 快走 把门打开 邓伟 跟我走 有我在 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 你走吧 以后 别再来找我了 你在说什么呀 我 我烦你 我生平最讨厌观差 你看到你我就犯恶心 你快滚 滚 滚 快滚 滚啊 那你 多保重 双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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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要你管 现在是工作时间 我当然有权管你 说 是不是邓伟欺负你了 他说 他讨厌观差 知道什么人讨厌观差吗 罪犯 罪犯 这个人你说的 我什么都没说 我觉得 一段天赐良缘 当时双方 都会有两情相悦的感觉 如果没有 他不是真的烦我 只是 只是怕我放不下 所以才故意气我的 我说 我说 这天底下两条腿的猪难找 可两条腿的人哪都是啊 他如果死了 我替你找破家 谢谢老大 你先自己脱单的再说 我 这是萨摩让我查阴的东西 结果出来了 那家伙果然没猜错 好 你忍着点啊 住手 休想再害人 你 你 你 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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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幕后黑手 不是李蛇女 而是她 刘伟 什么 不 不 不是她 凶手是我 凶手是我 是我 别再说 我是猪狗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让你化验的香炉 就是甲周园书房里的 残渣中含有曼陀罗毒影子 与阳金花的成分 可以使人产生心跳过速 血压升高 致患的症状 事发当夜 邓伟点燃香炉 甲周园闻了之后 产生了鬼怪幻觉 此前 邓伟给她开的药 貌似大补 但老年人虚不受补 一旦接受刺激 心脏就会因超负荷而骤停 所以她是被吓死的 至于天花 只是个幌子 事先让甲中原 接触天花患者之物 使她呈现天花症状 夜时就会忽略真正的死亡 并且死后迅速分化 毁尸灭迹 手段还挺高呢 邓伟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跟道士沆陷一气 利用周家的贪婪 谎称无鬼运财 只是为了在事后被查时 能用法术之说 逃脱律法的制裁 你是从何时开始怀疑我们的 当时邓伟告诉我 他见到五个人围着甲中原 纠缠私打 我就很纳闷 常人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会去清点人数 再者说 甲中原当夜高呼有鬼 是因为幻觉 可他怎么能看见 甲中原的幻觉呢 邓伟 你接近双夜是为了探听查案线索 换上天花 是为了给狱中的栗树云 制造不在场证明 好让我们被迫放了他 你原打算在他被释放后 靠医术自救 可惜 现在你杀人罪已定 被斩首 还是得天花而死 你自己决定咯 都对 你说的都对 但是说错了一点 我接近双夜 是因为我喜欢 你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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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是个大夫 如果死于天花也算 死得 气死我了 谢谢了 我 我和邓伟自幼相识 后来我们一起学医 一起长大 这么说 你们是同门 算是吧 我从小 我从小对医书 就一窍不通 倒是邓伟在这方面天赋异禀 那一次我们俩去山里采药 途中我偏偏生了大病 附近也没有狼猪 等我醒来的时候 他们告诉我 是邓伟救了我 从那时起 我才坚定了学医的信念 后来我和邓伟行走江湖 我们一边行医 一边学医 在他的帮助下 我也渐渐有所长进 可他却被贾仲元叫回家去 被迫放弃了自己钟爱的医术 你们知道吗 你们知道邓伟在医术上的造诣 有多深吗 邓伟到了家父以后 竟与连只狗都不说 我去找他 却见了贾仲元 对他忽来唤去 我劝他离开 可他不肯 他回贾家帮忙打下手 是想利用贾家的资源 让贫苦百姓能用上平价药 可贾仲元勾结官府 垄断药材 哄抬药价 只有杀了贾仲元 他才能实现理想 就算理由再漂亮 也是杀人呢 我杀的是畜生 事到如今 我丝毫不后悔 我能为他做的 也就只有这些了 好 喝药了 谢谢 我不喝了 扶我坐起来 好 好 他的病怎么样了 我只是想知道 你如何让贾仲元 染上天花的 防患于未人 我过去做郎中的时候 曾医好过天花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 这么说 那个小鎮的天花 是你医好的 我那时 私自保存下了一些 天花病人的医物 可以致使他人得病 本来只是想做研究 没想到 用在这上面了 甲仲淹的钱袋也是你安排的吧 是我偷了二舅的钱袋 交给了舒芸 李绍晴 我是主谋 邓某死后 希望你对舒芸从轻发落 老大 老大 怎么处置 不用你教我 躺下 快躺下 好 来 好 没事 等外来 等外来 之前跟你提到过的 秦宁子已经做好表白 你 把她带走吧 好 等 别 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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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